這是新家人嗎? 呃...謝謝 所有關心 台國瑜的海內外的好朋友 所有關心 中國的事實 海內外的好朋友 今天在這裡 更需要宣佈 請教 請教 今天 是一個重要的台語 我在這裡鄭重宣佈 從明天開始 我將請教 全心全力投入總統大學 我們可以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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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市政府的船隊 捲起袖子 努力的工作 和我們高雄市民朋友通力合作 可以建設美好的高雄來打天 我最感動的是 捲高雄上上下下 充滿了一股奮發向上 脫胎換股的氣息 全台灣人都可以感受到高雄這種新風貌 新氣象 這種充滿希望與奮鬥的氣息 感染了很多的朋友 他們喜歡來高雄 就是想要這種溫暖 勇氣 還有希望 太多太多的朋友 勸我參選中華民國 不是要我放棄高雄 而是要把溫暖 希望帶到全台灣 我深深的了解 台灣人民這幾年過得非常辛苦 世界上的苦人不怕多 只怕得不到一絲絲的溫暖 只怕 看不到一絲絲的希望 而我們當今的政府 帶給人民什麼樣的溫暖 帶給人民什麼樣的希望 大多數台灣人 是傷心跟死亡的 剛前的政府 只會大談 對守法 最英法的軍公教取消的退休金和吸水 幾乎 沒有反倡力的勞工跟農民 以及數民 一個政府 最後只會講酸話 恐嚇人民 請問當今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帶給我們台灣人民什麼樣的希望 坦白說 酸話講再多 都不可能使我們台灣壯大 披判再強 也都不可能使我們 變得更強大 真正的台灣人民 強大起來 只有靠著建設自己 壯大自己 朝正向發展 人生 不就是人生 我們可以不可以 不要到處挑釁人 建立一個和平的環境 讓台灣成為民主繁榮的典範 台灣有純潔善良的人民 勤奮安定的社會 為什麼 我們不一起努力 來建設更美好的家園 今天 韓國瑜已經決定從南方出發 是為了把南方的精神 帶給全台灣 南台灣 是純潔 勇敢的 誠懇的 溫暖 我們可以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 我們要互相的友愛對方 團結更多的人 為了建設充滿溫暖 溫暖與希望 為這個目標 我們一起來奮鬥 一起來 從今天開始 韓國瑜將會帶著溫暖與希望 從南方出發 重建台灣的榮光 重建中華民國的光榮 謝謝大家 謝謝 市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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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心中 想起了一首 我年輕的時候 喜歡唱的歌 鄭老師支持這就是我的心境 我唱一篇給大家聽 好不好 唱完這個歌大概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解釋清楚 這套歌讓你們聽聽看好不好 好 我現在要訓練 我現在要訓練 有一人要同心 愛有一人要同心 你幫你決定 我現在要訓練 我為你打不死 我總會跟著我來看你 當兵人不來欺負 我總會離開你 當兵人不來欺負 我現在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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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你剛剛你講過 你剛剛也訓練 你來訓練 我從小手 馬來訓練 我都去幫你 上燈 我我現在要訓練 我現在要訓練 我才能訓練